來 請看題型二這一題 好 題型二講的是角平分線喔 好 題目說呢 他說A柱是角平分線 來這邊做記號 打叉 好 請打叉 然後再來呢 這裡是垂直的 90度 90度 好的 他都畫對不對 再來題目說 三角形ABC的面積是48 然後呢 其中 ABC是6 AB是10 請問你 柱1是多少 好 我講柱1多少 好 那其實題目很簡單 你就假設柱1是x 好 我問你喔 柱1如果是x的話 柱微幅會不會也是x 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學過 角平分線上任一點 到兩邊會怎樣 等距離 所以這兩個都會等於x 這樣子 好 會啦齁 接下來注意看喔 我很快講完了 請問你 三角形ABC的面積會等於誰加誰 你認為會等於AB柱 加AC柱 就是左邊這個AB柱 加右邊這個AC柱 會吧 那請問你 ABC的面積是多少 48 為什麼 題目說的 理解說的不用算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 AB柱的面積是怎麼算 AB柱的面積 左邊這個 是不是底乘以高除以2 那就是10乘上x除以2 解 ab 加上AC柱這個 也是一樣 一乘以高除以2 6乘以x除以2 解解答案出來了 所以答案很簡單 這也是5 這也是3 所以8x等於48 所以x多少,x就是6 那x是誰 x就是除以1嘛 所以答案出來了 除以就是 6 好,講完 好 你看一下